青春有你2让导师怀疑自我的情牛郑薇 不小心揭露了节目组的本质 在选秀节目里 从来只有导师纠正选手改变选手 还没有哪个选手能让导师陷入自我怀疑 青春有你2选手情牛郑薇做到了 他是选秀史上的第一个 青春有你2小组对决 情牛郑薇和朱灵宇、林凡、傅如乔 费庆元组队表演有点甜 老实说 情牛郑薇的说唱已经有点进步了 比上次的就当是一场梦好不少 导师Johnny J也肯定了这一点 作者有理由怀疑一切都是节目组在背后引导的 故意这样设计 让情牛郑薇保持诗朗诵的人设 如果没有最后那一句 情牛郑薇其实表现得不错 唱歌跳舞都有不小的提升 说唱也有明显进步 这也符合节目组一贯的尿性 本质上他就是爱搞事 利用选手制造爆点 一旦某个选手的某个特性很有争议性 节目组就会持续突出选手的特性 哪怕一切并非选手的本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